中国女星李佳琪在去年出演电视剧 《我叫刘金凤》后爆红 随后受邀参加综艺节目《50公里桃花无恶》 然而节目结束录制后不久 就有网友发现她在二手网站上 出售了同为节目嘉宾尹浩宇 赠送给她签名专辑和相机 拍卖者疑似是李佳琪团队的工作人员 粉丝们气愤表示 这些礼物是尹浩宇亲自拜托 自己所属男团的其他成员 在上面签名的限量版 没成想竟然被二手拍卖 所以有李佳琪和助理紧急发文道歉 表示因自己的疏忽才发生这件事 所以愿意承受网我们的批评 事隔一年后 李佳琪在第三季节目中和尹浩宇冲锋时 忍不住哽咽道歉 坦称当时事物繁多很疲惫 便拜托助理处理搬家的物品 没想会发生这种事 她觉得自己辜负别人的心意 导致县令被受煎熬 并速度向尹浩宇道歉 而尹浩宇也安慰她表示没关系 男性举动让李佳琪感动不已